芒果TV大型角色扮演推理游戏 明星大侦探 第一季圆满收官 感谢大家 这个节目这一季下来 确实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就可以在这样一个非常用心 又非常的有想法 同时还舍得花钱的 很讲究的节目里面工作 然后可以带给大家 这么多期好看的这个内容 我个人觉得是很幸福的 我只是觉得我走路的最深的路 就是你们的套路 这就是我录到最后一期最大的感受 我从我一开始都不在状态 然后现在就是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证据的线索 我觉得我的变化蛮大的 这一期录制的特别兴奋 异常的兴奋 虽然说我今天感冒了 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但是觉得 就是觉得我们几个人在讨论之间 有好多的火花可以产生 有很多人的故事你都想去挖 你都想知道这期到底有多精彩 最开始来这个节目之前 然后尤其来自第一期我特别晕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想细节 细节太多 对于我来说 就跟别人臭大嘴吧 知道我特别疼 难受 脑子是特别疼 但是现在我已经基本上慢慢融入到 有时候别人再去努力想 而且自个儿也愿意去努力去看 然后每一些细节 当自己发现出一些事情 确实那种惊喜 说在别的事情上 那种喜悦从来没有过的 这一期的感受跟我预想的一样 然后很顺理成章的进了监狱 然后很顺理成章的又被冤了 但是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期 然后这一季真的和大家度过了 每一期都度过了特别愉快 然后又骚扰的时光 第二季当然愿意了 第二季我们 我估计不只是我 估计每一个玩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而且说实话没想到这么快 就这一季就结束了 我只想说 我确实发现 喜欢这个游戏节目的人 实际上内心 一个是充满了童真 他像孩子一样 愿意相信一个故事 其次他充满了好奇 他愿意去跟随一件事情的线索 走到最后的结果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 和我们一起用这种 追寻真相的理性态度 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 期待第二季啊 跟我们一样啊 因为我们也很期待第二季 所以你们等着看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优秀的幕后团队 非常棒 希望期待我们第二季的故事 当然也期待我第二季还在不在 我觉得那个 大家本着不要 那个原创的精神呢 虽然那个 然后能够一直坚持 这样一个崭新的节目 想对喜欢明星大侦探第一季的朋友们说 这么好看的节目 大家一定要追到第二季 然后尤其是 那些喜欢我的朋友们 因为第一季我都没有当过凶手 如果想看我当凶手的话 也可以关注第二季 我也希望第二季我能够继续来参加 然后继续来破案 所以呢我们就期待第二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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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